這個查詢部分的話 我有把它放在這裡 改為關鍵字工 其實改哪些地方 這邊都有把它用黃色的字mark起來 所以回去的話 真的你 因為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然後盡量去改變一下 反正你就是 放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也許網路上面 CSV 其實還蠻好找的 你可以把它 稍微改寫一下 甚至的話 我們後面那個 第六個單元 裡面的話 我們請各位待會 稍微 再來就是六之一部分 那六之一打開之後的話 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要從網路上撈資料 你可能要先裝什麼 裝這個東西 叫request 這個request特別注意 它不像說 像剛剛SQL line 可以用info就可以了 因為SQL line3本來就已經 在你的那個 就Python的環境裡面 那request這個東西 基本上 它是 還沒有幫你下載下來 所以如果說 你用的是那個Python的預設 我們裝的環境裡面沒有request 所以怎麼辦 你要把它從網路上 下載 並且 放到 我們的Python 的那個韓式庫裡面 要怎麼做呢 OK 首先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說未來你看到這個 no module name request 意思是說沒有這個模組 它不存在 所以怎麼辦呢 你需要去把它安裝起來 安裝特別注意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執行檔 叫Python 那前面好像我第一次上課 都有特別強調 你安裝的時候呢 記得那個add paste 增加路徑有沒有 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有打勾的話 基本上你會看到你那個paste 會存在 在我們的進階 這個環境變數裡面 那你就直接輸入 所以特別之後 你可以測試一下 按什麼呢 window鍵加r window鍵應該知道吧 window鍵 按住加r 它會跳一個執行 那請你輸入什麼呢 pmd cmd 它就會跳那個命令提示 或者你自己去找那個命令提示 然後你又輸入什麼呢 輸入Python enter一下 如果特別注意 假如你看到它已經進到Python 表示說你的那個paste沒有問題 你的路徑 是有設定的 但是如果你輸入那個Python 發現它怎麼樣 它都找不到這個東西 那表示你paste的問題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你那個時候paste可能就 要重新設定 不然的話你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安裝 那首先第一個 那我們怎麼安裝 第一個的話 特別注意哦 那我把它離開 我先到exit 離開 OK 跳水 Return Ctrl Z OK 好 那我把它跳離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如果等一下安裝那個 我們如果要下載網路上的東西 請記得第一個 要安裝那個什麼呢 安裝那個Python Install Request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哦 Windows鍵 加R CMD Enter 請你在這邊打一個Python 因為利用Python的指令 然後 不過前提是 你的paste是OK的情況下 不然的話 它沒有辦法幫你install 然後你就打一個install 然後呢 你就打那個request Q-U-E-S-T-S request 其實request 顧名是啦 就從網路上 取得你需要的資料 Request 然後Enter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哦 請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底下這樣的畫面的話 它會停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自動去網路上 連線 特別注意 第一個 你的電腦一定要是聯網的哦 你如果沒有連上網路的話 也一樣沒有辦法安裝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會看到它一直幫你下載 所以已經 這個應該已經下載Sersys 所以它這地方已經跟你講說 已經 幫你把它那個 把它裝起來了 然後 不過它說我的Python可能要那個upgrade 因為我的版本好像有點舊了 所以可能 因為現在好像Python 又有 我們之前是3.65 現在3.7了 它更新速度還太快了 每一個月大概 每一幾 一兩個月就更新一次 所以它又會更 所以最好 如果安裝有問題 之前好像有同學安裝失敗 怎麼辦 請你把Python 重新下載 重新安裝 也許就OK了 好 那我們裝好之後的話 就完成第一步了 就是 裝好那個request 那如果待會你遇到就是說 你那個 它找不到那個東西怎麼辦 那沒關係 還有第二種方法 如果說 假如 你的Python沒有設定好的話 那你可能首先你第一個 要先確定一下 你的那個Python在哪裡 所以Windows我前面講過 我好像這邊是裝到那個 C疊的Python3632 這個路径 其實你可以從那個 那個preformers 這邊找到那個 PyDiv裡面的那個 interpreter 我前面講過嘛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Python路径嘛 有沒有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路径 也許複製一下吧 這個路径 然後呢 到哪裡呢 到那個 你的任何的視窗裡面吧 把這個路径把它貼上也可以吧 enter一下 它就會進到C疊底下的這個目錄 那特別注意哦 你這邊底下有一個叫scripts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個 pipe.exe嘛 那實際上你有Python 主要 其實就會指到這裡 所以你不需要打 那個路径 它也會 去執行這個pipe的exe 但是如果你Python沒設定好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找到 你的Python的路径 裡面有個scripts 然後呢 在上面點它一下 輸入那個什麼呢 cmd 有沒有 其實呢 如果你打cmd enter的話 它一樣會幫你跳出來 然後呢 並且幫你把那個路径 有沒有 直接就帶到這裡 所以你哦 假設啦 剛剛不是 輸入那個pipe有沒有 哎 pipe 那你在這邊輸入pipe也可以 哦 pipe 一樣把那個pipe install 打上去啦 如果你第一個方法不ok的話 請你用第二個方法 如果第一個方法ok就不用第二個方法 那你enter的話 也可以利用這個方法來做安裝 ok方法二啦 特別說 這一招其實還 就是這個方法是你如果沒有paste的話 那你就在上面輸入cmd enter就可以了 那裝好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要再來看就是說呢 如何利用那個request這個套件 幫我去抓取什麼 那個台北市政府 ok 所以你可以連到這邊 裡面他目前開放資料有2836 那也就是這裡面是全 台北市政府可以公開的 啊現在台北的開放的那個資料量又越大 那意思就是說啦 其實政府越開放 我覺得越沒有問 越不會人民就不用猜忌嘛 反正你什麼都上 什麼都上網 什麼都讓大家都知道 就不會有那種讓他感覺好像都 走後門啊巡視啊舞弊那些問題 所以呢 那這些資料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的分類啦 基本上這邊有 Jason XML 有沒有一堆XML格式 那裡面的話最簡單的 CSV 大概380GB 那每一個每一個基本上呢 都可以拿來應用喔 其中的話呢 我們可以拿底下這個好了 比如說今天 假如我希望拿這個 叫台北捷運轉乘的那個停車場坐標 那這邊有個CSV的連結 就這個連結 那其實意思是說 這個CSV檔案 他不在我電腦裡 他在哪裡 他在那個台北市政府的某一台sever上面 欸他放那裡喔 不是放我電腦裡 那如果我要想要把它抓回來的話 那如果在我們自己電腦用open 有沒有 拿一個路徑 然後用R模式 就把它開起來 可是如果他這個東西是在他的伺服器裡面喔 台北市政府那邊 那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用剛剛裝那個request 有沒有 其實那個request主要是什麼 就是可以把這個CSV檔從他的sever那邊 幫我抓到我的電腦裡 那我就有那個CSV了 那有那個CSV接下來做什麼 欸我可以知道 再把它像剛剛一樣切一切 然後呢再建database 建table 建欄位 就把資料全部都塞進去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喔 比如說這個裡面放什麼東西喔 你可以點一下 那裡面這邊就有個預覽 預覽一下 裡面它有沒有看到什麼 沒有東西 那顯然 我們要看這個好了 點它有沒有 它會下載一個東西喔 就這一個 那你可以看一下 把它直接點開來 第一個看一下 欸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的話呢 ABCD 總共有 四個欄位 分別就是說呢 停車場的位置 經緯度 其實就這個啦 假如說呢 我希望 這個檔案不是下載下來 才去做開啟 而是直接去從網路上撈 因為它這個會更新嘛 所以呢我直接連到那邊去 把資料抓回來之後 自動塞到資料庫裡面 那如果我也可以做查員系統 比如我想要查哪一區的 比如我想要查那個 南四角站附近的停車場坐標 那我配合啦 如果google map 你後面坐標也可以 丟給google map 自動google map 也可以幫你在那邊直下 就可以幫你導航到那邊去了 那相對的當然就方便許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呢 先確定一下你的PASS OBOK 所以PASSOBOK 記得Windows鍵叫R 打一個CMD 先打一個Python看看 或者你打一個PIP 也可以 PIP Enter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些的話 表示你是有PASS 如果你看到是什麼 找不到什麼指令之類的話 那表示你PASS是不OK的 那你可能要用第二個方法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個喔 後面如果說你要抓網路資料的話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電腦一定要裝Request 如果你沒有裝Request的話 你網路資料 就沒有辦法下載下來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先從網路資料 要比較簡單的資料開始下載 那比較簡單當然就是Open Data Open嘛 顧名思義 它就是沒有檔東檔西嘛 反正就放在那裡 讓你隨便抓 開放的 那當然台灣 不只是只有台北市政府啦 中央政府也有一堆的開放資料 台中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反正六都都有 一堆 那這些都是政府機關喔 它公開很多的訊息 讓民眾可以自己去上網查 那只是說它開放喔 那個目前看起來喔 格式還是 就是沒有那麼那麼的方便查詢 比如它放個CSV 最多是CSV 其次可能是XML 再其次可能是Jackson 類似像這些 其他可能是什麼PDF啦 如果PDF當然很麻煩 你都能看不能 抓下來也沒辦法 比較沒辦法處理喔 所以呢我們是針對 可以抓 可以處理的資料先下手 請各位第一個喔 先試一下Request部分喔 谢谢观看